我正好在附近见个朋友 不知怎么的就过来了 大概是有点想你了 你们兄妹长得也不像啊 林尊的身体好些了吗 大烟还是戒得比较好 已经在戒了 所以有些不好受 我大哥的话一言九鼎 老人家还是听他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进家没多久 我就问杨秀成要过你的资料 原来那么早你就知道我的底细 你别介意啊 我和弟弟小时候被绑架过 都是内鬼干的 从那之后 反是见我们家工作的人 背景都会调查清楚 没什么 你们这样的家庭 谨慎点是应该的 那你看过我的资料之后 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你特别不容易 没吃晚饭啊 下午一直在路口等你 我怕吃了饭 就和你错过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怎么突然就跑过来找我 出什么事了吗 一切都好 我正好在附近见个朋友 不知怎么的就过来了 大概 是有点想你了 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 我去给你下碗面吧 我记得你爱吃辣对吗 辣不辣无所谓 只要是你下的面 肯定好吃 吃别三日 怎么学得这么有嘴坏舌的 以前是我不懂事 心里一股子力气 看谁都不顺眼 浑身整刺 是先生寒阳好 不通我计较 还耐心地教导我 你走之后 我仔细回想起来 觉得自己确实讨人厌 那看来我应该早点辞职 你好早点醒悟啊 先生 你回来吧 好 因为我贵的 你回来 你回来 我收到你们 我好 你五个人 你回来 你回来